各位教育大家好 我是根高 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 其实关于是茅台酒的真假 还有市面上有多少假酒的话题 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 大概三天以前 我这里来了两个客人 这两个人在行业里面算是大V 很牛的 在行业里面算是No.1的人物 对酒的话鉴定非常厉害 而且是级别很高 当时他们两个谈一个话题的时候 说他们知道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供应商 一天中转茅台酒 上几千万一天的这个中转量 他们的检验方式有三成 三道检验 究竟他们的检验级别怎么样 这个我们这个行业这个大V这个大哥 我们就不提名字了 这个机构我们也不提 就拿了两瓶茅台酒 也不是顶级高仿 也不是第一仿 就是仿得比较好的 随手提了两瓶酒过去 然后就拿到这个机构 请他们的工作人员帮忙鉴定一下 这两瓶酒有没有问题 然后他们在里面喝完茶聊完天 出来之后就问这两瓶酒没有问题 然后他们的鉴定人员说 这两瓶酒没有问题 后面我又讲一个我的故事 去年有一个消费者也是在某个很大的机构里面 买了两瓶茅台 喝的不对 然后看着盖子上有明显的这个拔帽痕迹 这个酒然后拿到茅台 他们一起过去到打家班去看 打家班说这个酒没有问题 然后就到我这里来 我们就拍了视频 拍了视频 我一看这个帽子就是拔过的 动过的 我们就按照这个实话实说 实说这个酒是拔帽 但是拍视频过程中 那个瓶子上面有那个机构的标 然后我们就引来了这个北京总部 成都总部 各个什么地方来找关系的也好 找麻烦的也好 让我们的视频下架 当时我们就跟他聊了 我就实话实说 就说了这个酒是哪个机构的 然后他们两个就说 我们拿这个酒去检验的 就是你说那个机构的 我一下就知道是谁了 一天几千万的那样 行业里面做的非常大的一个机构 在这种机构里面 都会出现甲酒 可想而知 现在市面上有多少茅台甲酒 所以现在我进来酒 我都非常非常小心 生怕打眼了 大哥一次磨了一掌 就位们 买酒 千万不要过意的贪图便宜 一定要留下凭证哦 关注公哥 继续甲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